对于一个习武之人而言 尊师重道是最基本的准则 若有人背叛师门 甚至做出欺师灭祖之事 那多半会被武林群雄唾弃 或是被群起而攻之 师父就是师父 哪怕某人再狂妄 在自己的师父面前 也该心存敬意 可登场于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中的周伯通 却始终没叫过王重阳一声师父 而更奇怪的是 王重阳也从没叫周伯通徒儿 他始终说周伯通是自己的师弟 这是为何呢 要知道周伯通的一身绝技 都是王重阳传授的 他们为何不是师徒 而是师兄弟呢 一 王重阳与周伯通 说起周伯通 大家会想起来的 应该是一个老不正经的老顽童 大多数的朋友 对于周伯通都是比较喜爱的 他虽然有些老不正经 却爱捉弄别人 但是却不惹人生艳 处处住人 王重阳和周伯通两人 在史料或者是其他记载中 都能确切地找到原形 并不是虚构的 王重阳还未创立全真教之前 曾经拜入道观求学 这时候也就碰到了少年时期的周伯通 由此两人相识 乃结为朋友 兄弟 到了故事结尾的第三次华山论剑之时 周伯通甚至超越了郭靖和杨过 这两个主角 成为了世人公认的武爵之首 老顽童能成为神雕武爵之首 绝不是因为他资历老 毕竟当时还有比他资历更老的 伊登大师和黄药师 他被奉为天下第一 是因为他的武功境界 确实高出旁人半仇 而这都得归功于他的师兄王重阳 早在《射雕英雄传》中 郭靖出玉周伯通时 他就介绍过自己的武功来历 我的武艺全是师兄所传 年纪又不比他们大多少 马玉秋楚吉 他们见我没点长辈的样子 也不大敬我是长辈 你多半不是我儿子 我恐怕也不是你儿子 又分什么长辈晚辈呢 这就奇了怪了 哪里有当师兄的来教师弟武功的呢 不都是师父教徒儿吗 而且周伯通说自己的武功 全是师兄教的 那他们的师父又是谁呢 至少书中没说 同时王重阳是历史上 真实存在的一代宗师 他完全有可能是无师自通 那么他与周伯通 压根就没有师父 既然如此 周伯通就应该称王重阳为师父才是 难道是因为他们二人年龄差距不大 平辈之人就不能拜师了 显然不是 周伯通后来为了学阳过的 黯然销魂掌时 甚至都想过拜这晚辈为师 那王重阳比他年长 自然有条件当他的师父了 而王重阳不敢与周伯通 以师徒相称 或许是碍于某人的面子 笔者所指 即是周伯通的父亲 二 武爵尊重的高人 在了解周伯通的父亲之前 不妨先看一看射雕英雄传中的一位隐士高手 那人便是越武目越飞 金庸在自己的武侠世界观里 引用了不少的历史名人 王重阳是如此 岳飞也是如此 岳飞是历史名将 而金庸笔下的名将 大多都有不俗的武艺 有人说一马归一马 武将的武功 不等于武林高手对决所使的武功 其实二者固然有区别 却也有共同之处 比如孝傲江湖中就提到过 唐朝开国名将李靖 就有三天参透一金金的壮举 这武学天赋 又有哪位武林高手比得上呢 回到岳飞的身上来 金庸赋予他的实力定位也很明确 就是强于武爵的 这一点从欧阳峰的经历就能看出来 老独物是何等傲气之人 可即便是强大如他 也仍然基于岳武木传下的武功 比如这段描述就很直观 我欧阳峰是何等洋人 岂能攻你取策 但项文岳飞不仅用兵如神 武功也极了得 他传下来的岳家散手 乃是武学中的一绝 这遗书中除了掏掠冰学之外 说不定另行录下武功 我且答应助他取书 要是瞧得好了 难道老独物不会据为己有 你看 强如武爵也想得到岳飞的神功 可想而知 金庸武侠世界观里的岳飞有多强 那么岳飞的武功又是谁教的呢 可能岳飞在成长的过程中 有多位师父 但其中有一位便是周同 三 周伯通的父亲 在《诵史岳飞列传》中有提到 岳飞自彭举 向周汤阴仁 施礼农 复合能结识以记鸡者 有更亲其他 割而语之 是其才者不则成 非生使 有大秦入乎 非名是上 因以为名 魏迷月 合绝内黄 水暴至 母谣报飞坐瓮中 称韬极岸得勉 人亦知 少妇节气 身后寡言 家贫力学 游号 左侍春秋 孙无兵法 生有神力 未官 晚供三百斤 弩八蛋 学舍于周同 尽其数 能左右舍 同死 朔望舍迹于其种 这里的周同 也就是后来各种文学艺术作品中提到的周同 只是在各类的文学作品中 针对周同的经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编而已 比如在《说岳全传》中 就有提到周同是岳飞武术师傅的设定 而且他在收岳飞为图之前 还收了另外几位图儿 那几人便是卢俊逸 史文公与林冲 还有一说是武松与鲁志深 也是周同不记名的弟子 而金庸武侠世界观 也镶嵌了《水浒传》的世界观 比如《射雕英雄传》中的主角郭靖 就被设定为梁山好汉 赛人贵郭胜的后人 这一点在原著第一回中 就有曲三提到过 他对郭孝天说过 郭雄 你是梁山坡好汉 帝右星赛人贵郭胜的后代 使得是家传几法 只不过便长为短 话单为双 所以毋庸置疑 金庸的确是在自己编写的故事中 引用了不少来自其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设定 而若那周伯通就是周同的儿子 那一切就不难解释了 毕竟连周同的弟子岳飞 在武绝心中都是只能仰望的存在 那岳飞的师父周同 自然更是武林神话一般的人物了 作为周同的儿子 周伯通若有心眼跟王冲阳习武 那反倒成了王冲阳的荣幸 他哪里敢以师父自居呢 所以王冲阳与周伯通以师兄弟相称 完全有可能是出于尊重周同 王真人可不敢与周同平辈 再来自然之后 我来自然之后